1月9日下午2点Lutherford成员徐云珍将发行自作曲《我不等于玩偶》 这首歌是即去年8月为纪念Lutherford出道100天而发布的单曲《Raise Your Glass》之后 徐云珍的第二首自作曲 她出道不到一年就发行了两首自作曲 展现了超强的实力 《我不等于玩偶》这首歌的歌词表达了不要只被外貌所迷惑 应该更多关注精神世界 透过音乐传达看不见的东西 才是更需要珍惜的 隐珍创作了这首歌曲 纸阳坦率地和歌迷分享她的想法 而且这首歌的MV里面的插画也是隐珍化的 正是全能行才女啊 小编认为这首歌曲所表达的情感 会在韩国偶像明星的心中产生共鸣 因为歌词写出了在竞争压力极大的韩国娱乐圈里 热爱音乐的明星们的心声 不得不承认当集者的感受会更加真实 希望隐珍永远莫忘初心 永远开心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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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